超过千家来自18个国家的厂商 起至2023台北国际工具机展 一连五天的活动 共有6200个摊位共享盛举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国外的买主 大部分是没有办法来到台湾 那今年全面解封之后 成如我刚才跟大家报告的 我们有很多的国外的买主 工具机协会都组团来参加 意后顺大回归备受业界瞩目 根据贸协统计 今年国际商旅恢复常态下 开战前已有超过80国 3000名国外买主玉灯观展 预期今年将吸引国内外5万人参观 是2023年初经济复苏的重要观察指标 包含总统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长 郑文灿都亲自到场与会可见一斑 我们未来政府会持续的支持机械产业的发展 让机械产业成为台湾产业更坚实的后盾 高效智慧永世近临方向蜕变 从精密机械制造迈向智慧制造 在政府特别预算协助下 为全球工具机产业开启疫后新篇章 欢迎新闻科冠城高林景台北报导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齐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